关心地方建设 由台中市政府所打造的大安妈祖文化园区 目前主体基座工程也都顺利完工 进行了最后的验收阶段 建设局长这天也特别邀请地方与公所到场来会看 除了会整当地的意见之外 还特别视察观景平台 而建设局也表示 接下来将加快验收脚步 期盼能够赶在8月暑假期间 开放部分的设施供游客观光 天曲工程人员简报了解整体的规划进度 由台中市政府所打造的大安妈祖文化园区 目前主体基座工程顺利完工 正进入最后的验收阶段 建设局长这天也特别邀请地方与公所到场会看 这座基座已经完成了 事实上它不只是一个基座 它也是多功能的一个中心 里面还有简报室 有餐厅 有导览空间等等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展示我们妈祖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基地 除了会整地方意见之外 一行人也特别来到景观平台 视察相关的安全设施与动线 建设局也表示 接下来将加快验收脚步 期盼能够赶在8月暑假期间 开放部分设施 提供游客观光 而地方也给予正面肯定 在那先月八月 希望要办一个地方行李 带乡亲来看 我相信乡亲看得到 一定会很高兴 我们来开放基座可以开放的部分 让我们的居民还有市民 可以来这里赏夕阳 那大家看到我们基座的安全的措施 其实是非常的好 在我后面的都是加强的防风的玻璃 晚上呢 还有我们的光囊的这个等级的设计 观景平台上辽阔的海岸风光 不但尽收眼底 未来开放之后 势必也将成为大岸地区热门的观光景点 而对于只有基座 没有妈祖雕像的争议 建设局也表示 只要议会通过预算 市府将会着手办理 上迟摩汉台中采访报道 上迟摩汉台中采访报道